中国赢得世拼赛六连冠,又是一场耗时近四个小时,打满五场的激烈对决。 在刚刚结束的世拼赛女团决赛中,中国队以3比2显胜日本队,夺得冠军,女团决赛的两个对手,几乎也是当今拼弹最强实力的代表。 日本女团拥有早甜希娜,张本美和,皮眼美宇,牧原美优,伊藤美成,长崎美优等实力派选手,分成两套阵容都具备闯进决赛的能力,而中国女团实力更是实力雄厚,世界排名前四位的都在中国,只是随着比赛的紧张进程,球迷们还是不禁感叹,很久没有看这么紧张的决赛了,看国拼看得手心冒汗,感觉快要窒息。 第一个出场的孙颖沙以3比0战胜张本美和,为中国队先得1分,第二场沉默1比3赋于早甜希娜,总比分中国队和日本队打成1比1平,第三场比赛王毅迪0比3不迪平也没雨,总比分中国队1比2落后日本队。 再次上场的孙颖沙又一个3比0战胜早甜希娜,为中国队再得1分,也将总比分搬成2比2平,拿下试拼赛女单冠军,孙颖沙心里的一层窗户值被捅破了一样,更加自信了,相信自己平时练的每一个球了。 央视解说高汉,表示,决胜场陈梦对阵张本美和,两人打得异常胶着,前两局打平,第三局分差仅在1分,最后陈梦以10比8拿下,最终陈梦以3比1战胜张本美和,帮助中国队获得决胜分。 今天下午,釜山式拼赛男团半决赛结束了一场3.5小时的凹战,在两度落后的不离情况下两度追平,最终,中国队以大比分3比2战胜韩国队,惊险晋级决赛,在前面的比赛中,国拼男团不仅全部赢球,而且是一盘未丢的情况下打进到了4强,距离冠军越来越紧,韩国队这边第一场面对波兰队,险些爆出大冷门, 不过在随后的比赛中,韩国队打得很不错,作为东道主,逐渐进入状态,具备很强的搅局能力,本场半决赛,双方在排兵部阵上也是动足了脑筋, 5场对决分别是第一场,王楚清vs张宇珍第二场,樊振东vs林中勋第三场,马龙vs李上朱第四场,樊振东vs张宇珍, 第五场,王楚清vs林中勋首位出战的王楚清1比3不敌张宇珍,四局比分分别是7比11,11比2,11比13,6比11, 第二盘反振东3比0,战胜林中勋为国拼颁平大比分,第三个出场的马龙却以2比3不敌李上朱, 国拼再次陷入落后的被动状态,关键的第四盘,没有退路的国拼由樊振东出战,他强势3比0,祭败了张宇珍,再拿一分, 郭平将总比分搬成2比2平,将球队从死亡线拉了回来,决定胜负的第五盘, 王楚清再次出场,迎战林中勋,3比0战胜对手,也帮中国队以总比分3比2逆转了韩国队晋级决赛, 我们做好了最困难的准备,打成这样能赢下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, 樊振东表示,明天的决赛中,中国队将面对的是中国台北和法国队的胜者。